那麼在禮拜六晚上 我在國家音樂廳 那麼旁邊有一位企業家 那麼我跟他太太坐在一起 他在知道投票結果之後 他全場都在掉眼淚 所以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所受到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那麼第二天一早 我登上了這個七星山 大概八點半的時候 山上已經集滿了人 大家臉上充滿了笑容 大家非常的開心 有一個醫生告訴我 他說四十幾年從來沒有 昨天晚上這麼爽過 他用非常大的 這個誇張的字眼來形容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場選戰 那麼為台灣帶來一個 新的變化的起點 我相信這是 我們在這幾年的 整個政治經濟發展當中 台灣可能要面對一個 非常巨大變化的開端 那麼在這一次的選前 我們大概看到香港的報紙 那麼已經在十一月二十四號 他已經預告了 他說台灣週六地方選舉 國民黨告急 那麼這個告急其實大陸對台灣的政情 大概有一些了解 那麼這一次在香港的報紙也針對台灣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藍天變立地 有非常大的蝙蝠的報導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場選戰當中 我們看到台灣的一個巨大變化 今天特別邀請到我們民進黨前主席 習信朗習主席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同時我們請到審婦兄委員 要針對這一場選戰 那麼在選後 台灣未來可能面臨的變化 我們看到在這段時間 國民黨在整個選戰大敗之後 主席馬英九 那麼現在已經請辭了 那麼請辭之後 由吳敦毅來代理 那麼這是一個對國民黨來講 未來所面對的剩下馬中的一年多的任期 我相信充滿了不確定的變數 那麼台灣在內閣總辭之後 行進的到底是誰 那麼整個內閣如果來改組 在剩下一年多 會不會對台灣的整個未來經濟發展 帶來空轉 我相信這個都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在民進黨勝選之後 那麼對整個他未來執政之路 有哪一些挑戰 那麼我們今天也要來深入探索 那麼最大的關鍵是這一次柯文哲效應 給台灣帶來一個巨大震撼 我相信在這一次選舉的過程當中 國民黨不斷在打恐懼牌 那麼但是柯文哲不斷的是用另外一種 比較快樂的這種氛圍來告訴大家 讓大家一起走上街頭 那麼這樣的一個氣氛 跟過去的這個選戰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在這一場選戰落幕之後 我們休息了兩個禮拜 那麼同時我們今天也要從這個選戰的 在落幕之後來看看台灣的大的趨勢 變化跟未來 我們請習主席跟大家問候一下 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我們孫委員 你好大家好 先請主席來談一下好了 我想你在這個選前我看到 在臉書我盡量看你的分析 我想你很早就篤定柯文哲會當選 那柯文哲在這一次的勝選 我相信他是帶來另外一種不同的風貌 也就是柯文哲專注台北市的選舉 但是讓蔡英文有時間在臺中花更大力氣 結果造成民進黨的一個勝選的效果 這個旋風基本上刮到全國去了 那我們大家也可以看到 每一次巨大變化 其實都是一個台灣未來一個變化的開端 所以上一回我印象非常深刻 民國66年1977年 我念大一的時候 當時發生中立事件 我從南部要北上讀書的時候 看到在中立分局附近 很多警車被翻掉了 那一年你跟歐憲一選 好像最後的選票是 好像68對30 30 好像這個我記得不太清楚 但是是大勝 當時沒有人看好你 但是最後你當選 而且是勝選 那麼這個勝選之後 整個一連串台灣的變化 包括中美斷交到美麗島事件發生 然後台灣一連串的政治改革 那這個是一個台灣變化的契機 一個轉捩點 第二次大概阿扁的 1994年台北市長的選舉 就好像台灣人要出頭天 有那樣一個 社會環境的一個變動 這個力量一直到2000年 阿扁登上總統大位 這一次柯P的現象 我相信也是一個 運量台灣要大變化的開端 所以我們怎麼來看這次柯P的勝選 跟台灣這一個國民黨的大敗 這裡面的內涵 到底我們怎麼來看 社長 我完全同意社長 你的分析 我認為我也這麼講 就是說其實柯P這個勝利 以及他所帶動的民進黨大勝 其實跟一九七七年我選台灣現場 其實是很類似的 很類似的 無論是政治氛圍 無論是他以後的影響 都很 我認為都很像的 當然以後影響 現在還剛開始而已 變化的開始而已 序幕而已 所以問題是說 這個以後會怎麼變化 這個比較有趣 我想其實台灣走到現在為止 是非變不可能 大環境 兩岸關係 還有整個國際大形勢 還有我們自己內部的貧富不捐 所有這些問題都非變不可 包括我們民主那種 很可以說是很粗陋的民主 都非變不可 所以我想這次選舉 他最大的意義是 一定會變到 就像中益事件 一直變到現在對不對 那這個現在的柯P 這個事情 這個現象會一直變到 也許不知道什麼時候 總之變到這個 那個潛力完全變完為止 所以那個我想社會會不一樣 那我簡單講 比如說我個人是很樂觀的 比如說民主來講 那個民主一定會深化 民主會變一個更成熟的民族 更完善的民族 那我當然希望他的民族 像西歐這樣 像今天的歐洲 西歐的這個民族 那就是民族就很成熟 民族很成熟以後 那政治就變解決問題的要事 不相信台灣政治是變成問題的 麻煩的來源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最後 我相信是會變成變到這個結果 我們台灣的民族 這真的是真的深化了 真的成熟了 真的是完善了 這是我希望 我希望看到最後是這樣 當然像台灣社會 坦白講我們台灣社會 我們台灣社會 像美國你知道 因為太多那個精英都是 政治精英都是流美的 都受美國影響 其實都沒有看到西歐 社會很清楚 這個人類的文明社會非要公平不可 你不可能跟社會說有很多人富裕 有很多人活不下去 這個社會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這樣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這樣變 可是一直這個這種社會要更公平 那個制度 說台灣需要一個更完善的社會福利 體系 這個這樣的認識 坦白講 這兩黨都沒有 包括民進黨 民進黨也沒有 我非常非常驚訝 包括科幣現在也沒有這個想法 所以這個要 但是我相信 其實這個變動就會繼續走下去 會到台灣社會 有個體制是真的照顧所有人 就像我個人認為 像西歐 其實我一直認為 歐洲是真的是文明國家 文明社會的典範 無論政治制度 無論是包括那些 包括所有那個思想意識 其實都走在人類最前面 是文明社會的典範 那我相信台灣這種變動 慢慢一起經過幾十年 會走向 讓台灣變成西歐那個社會 我真的 我希望我也這樣相信 我也這麼相信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這個包括民進黨 大勝民進黨 都沒有這個認識 這就是這就是我 但是話我講回來 一旦變動開始 就會一直變 包括兩岸 這裡面也包括很多 非典型政治人物 像柯P這個樣子 我一直有個好奇 就當年習主席出來選桃園縣長的時候 那時候你口才也不太好 那你一看當然不認識你 結果一選 刮起了這個旋風 後面出來的這個 大概都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態勢 也就是說柯P是一個非常 非典型的一個政治人物 素人一下子 他循環就過來 下一個臺灣的在政局的改變當中 這種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會不會有越來越多的跡象 我們要這樣看 其實其實蔡英文現象 其實就是柯P現象 不過就是那個時候 他其實很像蔡英文為什麼 像蔡英文的那個個人的背景條件 就像柯P是很類似的 可是只是因為他人民黨主席 那他本身也有民黨包袱 那他也不像柯P 因為他沒有包袱所以很大膽 其實我們可以講蔡英文當主席以後 那個現象一直到二零一二 他選總統 其實那個現象 就其實是柯P現象的 等於是前奏曲 是他沒有把握住 這個這樣的氛圍 這個這樣的精神 所以他沒有沒有大贏 可是無論怎樣 蔡英文選二零一二總統的時候 他比民黨其他人都選得好很多 他很清楚 他就是柯P現象的一部 就是二零一二版 二零一二版 我個人是這樣 所以我也認為這是這次選舉 當然英雄是柯P 真正最大受益者當時蔡英文 好問題 蔡英文像這樣以後 我認為二零一二零一六 在民進黨內是沒有挑戰的 沒有對手 那甚至我相信在 包括國民黨目前的情況看 他也沒有對手 所以他是最大受益者 我個人是這樣看 等一下回來 我們再請教主席 就是蔡英文還有最後一禮路 是兩岸關係 好 我們這個要回來 請我們石會委來告訴我們 其實我說的在選後 我看這裡面很多人都很震驚 就是說這個很多很生難的 簡直無法接受 那這一次對很多選民 對經濟各方面他其實都不滿 不滿大家都覺得說 好 這一次投票 我讓馬總統能夠醒過來 說我準備打他兩個巴掌 沒想到打太大力 打到兩條腿了 所以這個看起來比疫情中嚴重很多 所以有人 我看報紙有個在形容 他說國民黨好像發生了媚門血案 只留下一家喉口 那個喉口是新北市只贏 兩萬五千票的朱立倫 所以這個就是說這樣震盪這麼大 當然國民黨這一次 他是一九四九年以來 最大一個敗選 這樣的一個敗選 對整個國民黨的重新洗盤 未來他如果承受這個挑戰 然後有沒有再起來的機會 其實國民黨沒有什麼盤好洗 他的慘敗的程度 對 是等於炮火過後 戰場上一片廢墟 對 幾乎還一直活著的火口 沒有多少 但是我不太同意 這是一個媚門血案 因為媚門血案是一系完成 那我認為應該把它比方成是火山爆發 或者是土石流 但是火山爆發之前有好幾年 他有在醞釀那個能量 那同樣的土石流 也不是說你看到土石流 今天發生了 其實他的那個地基 已經鬆了好幾年了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國民黨自從兩千零八年滿久 以絕大的優勢當選 然後國會取得絕大的優勢 那一天就好像我們的經濟也好 股市也好 就是你的房子也好 你達到巔峰那一天 其實就開始走下坡 那個就是泡沫的頂端 泡沫的巔峰 然後開始要泡沫化 所以這是累積的 那我一直在講說 如果沒有讓國民黨到切骨子痛 就是要讓入骨子痛 國民黨不會改革 那這次的敗選 我覺得國民黨是已經看到 棺材了 看到棺材就要落淚 但是國民黨要改 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國民黨的組織架構有問題 國民黨的人才有問題 國民黨的公共政策有問題 還有國民黨給大家的形象 比起民進黨的勤政愛民 勤政鄉土 青年勤政愛鄉土 都根本比不上 但是你說國民黨會永遠從地球上消滅嗎 我覺得不會 因為兩黨政治就是說民進黨再有本事 你讓他當執政以後 大概第五年第六年就敗相就跑出來了 那大概頂多做兩任 在兩任以後 大概就又政黨輪替了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不要灰心 但是問題是目前大家就一片一片灰心上智 所以我最近上電視節目 我都唱總理紀念歌的第三首 沒有送了團體 羞慧了志祭 鼓勵一下 好 這個 其實我們現在看科批現象 就是說他這一次 他中國時報講國民黨輸到總統府 那我有一個朋友講 他說如果以民進黨 有一些很努力的人來講 我們用陳菊的例子 他第一次打敗黃俊英 贏一千多票而已 那第二次他就更強了 現在他打敗楊修欽差五十五萬票 所以如果說你能夠把個人的融入拋開 然後很專心的治理這樣一個地方 那過去來講 馬總統在台北市八年 到郝龍斌八年 我相信科批 科批比他們更勤快 所以有人跟我講 他說科批做上去 搞不好國民黨以後 台北市無法拿到執政權 這一點你怎麼評價科批未來的發展 我覺得科批大概連任沒有問題 因為科批有他的優點 科批這一次的當選 除了大環境的不滿以外 他就是顛覆傳統推翻現狀 那大家就巴不得借他的手 來做到這一點 但是你看他昨天跟郝龍斌見面以後 他其實對他原來的主張 已經稍微修改 那個就是回到現實面 但是大家不會在意 因為開始年初大家覺得說 你講話不清楚 你看起來不像市長 走路 骨骼 扭到不成 但是一旦大家喜歡了他以後 這些都不重要 昨天嘴巴咬東西 他也在堪考 就好像你是一個女孩子 你嫁了一個醜丈夫 嫁了以後也就習慣了 無所謂了 但是我覺得科批很多地方 是以前甚至當下兩個政黨的政治人物 都不敢做的 那他做了以後 大家就感動 譬如說他在選戰的過程中 他的募款超過一定的限額 他就不要了 還有我想他將來領到那個沒票 三十塊的補助款 那包括小英在內 他們都變成自己的基金會 那我覺得單一選區 尤其是全國性的收到那麼多的錢 實在太沒有道理了 那科批我給他算了一下 大概是兩千多萬 我認為科批也不會變成基金會 像這些都是小事 但是老百姓感動 有很多企業家很感動 為什麼他叫他的司機 或者他的助理 報的鈔票 現鈔 報到科批的總部 但是問題是臺北市 是一個成熟的都市 很多該做的都已經做了 老百姓其實心裡頭 對臺北市的生活環境是滿意的 所以科批在四年之內 會不會有什麼重大的突破 在硬體方面 在軟體方面 其實是可以打問號的 但是問題是到了第四年 中了的時候 大家覺得他還可以再給他四年 但是他頂多做兩屆 那兩屆做完以後 就回到兩黨政治 現在重點是四年以後 要看看民進黨敢不敢提名 對 好 我想我們先科批現象討論到這裡 回來之後其實 我要請教主席就是 現在民進黨已經變成 利盈的共主 我想能挑戰他的也不多 我看在禮拜二 他到雲林去拜拜 旁邊有王欣平 那這個對未來來講 他現在提出一個主張就是 兩岸利益要全民共享 那我想這是一個新的思維 那兩岸未來的發展 到底怎麼走 等一下會來請教我們習主席 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再度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大陸的官方 其實大陸的對台灣的選情的預測 其實在選前他們已經講 他說國民黨面臨全面大敗 甚至分裂的命運 大概已經都先講好 那在這次的選舉當中 我看北京官方大概已經很早就定調了 所以所面對的一個大概最近有個情勢 最近我看有媒體報導說 習近平可能會邀請蔡英文主席到北京 那這個當然還有在查證 不過現在我們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兩岸關係還是未來大家很重要一個爭議的焦點 也就是說在帝王選舉 他不涉及兩岸 但是到2016的時候 上一次王學雄女士突然跑出來 那個是對蔡英文的選情來講 帶來很大的重傷害的效果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蔡主席在這個地方 他已經穩固了這個邁向2016 而且現在呼聲是最高 但是他唯一的罩門 看起來也是在兩岸 所以兩岸未來發展 習主席大概你對兩岸 蔡主席現在怎麼去打破 打開兩岸目前的這種僵局 當然這個 我本來是相信 因為這個選舉過後 蔡主席面對2016 因為他在2012的時候選輸了 他就講 兩岸關係是民進黨最後一理路 他其實有充分瞭解 充分瞭解 可是因為這次民進黨大贏了 我也擔心說因為大贏以後 所以那個民進黨的傳統力量 法會傳統的意識形態 法會對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向前走 會有變成一個牽制力量 我也非常擔心這樣 可是我想這一次我個人認為 這個柯P會變成兩岸關係的最主要前進 柯P什麼態度 比如說柯P會參加上海市長 市長論壇 但其實他會去 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非常理性務實 這一點 柯P的腳步就會變成兩岸關係 他走到哪裡 兩岸關係走到哪裡 他會帶動台灣兩岸關係向前走 我相信是這樣 因為他比民黨更大膽 他沒有包袱 他走到哪裡 民黨也沒有人敢反對他 坦白講反對他也沒有用 所以會帶領民黨向前走 所以我這方面我到柯P對兩岸關係的正作用 會比民黨更大 我就是在 我是這樣相信的 那至於說像剛才市長你提到 蔡主席講對了 觀念是對的說 要讓兩岸紅利 讓大家分享 所以首先要有紅利 如果你反對兩岸紅利 那就沒有什麼分享問題 首先是所以你要贊成兩岸更大開放 對不對 就是讓兩岸對台灣有更多紅利 這一次選舉的結果 有一個現象 要特別請教主席 就是說你看到這一次像連家 或我們桃園的吳伯雄的家族 他們在兩岸有利益的 這次去都選得很難看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在大陸有利益的這些大台商 像郭台銘這次他所有的支持人 全部都落選 這個是好像選民也在表達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想非常清楚 這些人都沒有讓台灣社會分享這個利益 所以分享是對的 蔡主席這個觀念是正確 問題是落實到具體政策 要很大膽 所以第一個 你不能反對兩岸往來 要有紅利 另外對那個獲利者 也應該抽更高的稅是應該的 是 我想請教審委員 就是說這個在選前 其實馬總統一直打一個中韓FTA的牌 但是好像沒有得到太多的回響 那現在這個狀況來講 我覺得兩岸其實我們剛剛這個 許主席提到一個 胡茂到後茂卡關 那當然這裡面這個變數是非常多的 兩岸我是覺得說 今天有沒有辦法 大家都要去思考一個就是說 兩岸如果要簽胡茂後茂 其實他是應該要先把源頭 兩岸目前的敵對狀態先解除 就兩岸應該恢復到一個和好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就開放了開放 這好像兩邊節慶家一樣 有這樣的一個味道 但如果說雙方是劍拔弩張的 這個狀況就比較難 那臺灣就是說現在 因為你說我們要 中國跟南韓簽FTA之後 臺灣會想我們兩個像兄弟這麼親 你都可以給別人 為什麼不能給臺灣 臺灣的人民當然會覺得非常不服氣 還有一個就是說現在對大陸 對臺商重新要定位了 為什麼呢 過去二十年當中有能力到大陸 去批土地的人賺歡了 然後有能力以臺商的身分去要好的案子 他有投資減免包括大陸在招商 他們享受很多的優惠 那就是圓根他是台商 好他們拿到好處之後 其實都放到自己核包裡面 從來沒有分享給臺灣的老百姓 而你的投資百分之九十 很可能你機器設備都投在大陸 但是臺灣你相對你沒有用到這些人 所以我們二十二K什麼 其實源頭都從這裡來 所以那個叫做相對剝奪感 就是說今天像郭台銘像大台商 他得到最好的優勢最好的條件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他是相對受害者 那大陸這個往來裡面 兩岸往來最後的好處都集中在大台商的身上 未來大陸對臺政策 其實也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你剛才開始講說 北京應該減低對臺的敵對狀態 但是這個敵對是看你怎麼定義 他說那是你講的 他並沒有 因為他有兩個底線是要固守的 一個就是說這個在國際場合 讓臺灣有一個國家的樣子的這個底線 他不能後退 還有第二點就是九二共識 代表目前的兩岸情況 是過去中國內戰的延續 你這一點換個方式沒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承認 這一點就是民進黨最難的地方 所以我去年參加過民進黨的華山會議 我就提出來 任何人能夠提出比九二共識更好的方案 我懸賞五百萬 到現在都沒有人來領這個錢 那上個禮拜 林作勢打電話給我 我說滷水 你如果沒來領這個錢 他說富翁兄沒有這個事情 沒人領得到 那我覺得蔡英文現在講 這個兩岸紅利要由人民共 全民共享 這個是比他選舉期間所講的 臺灣共識要來的具體 那就從主席剛剛講的 他講到兩岸紅利 就表示他要有紅利了 那所以他不能把這個老共拒之以門外 不要講一些什麼 從世界走進中國 而不是從中國走向世界 那種空話 所以可見他要紅利 然後他要全民共享 這是對的 為什麼呢 我們過去大家所不滿的 所詬病的就是兩點 一個就是兩岸的紅利 給一個是買辦家族 就是說你想連戰家族 無國雄家族 給一些買辦 當買辦的有勢力的家族想去 大家看得到很嚴重 我私底下都有給老共那邊的人講 我說這個連勝文之所以弱選 除了他本身沒有條件 沒有能力以外 他去見習近平是一個致命商 那第二點 我覺得財團是一個重點 你剛才講的 當初就是有有力量 有錢能夠批那個土地的賺了錢 對不對 但是這些財團最近他們所做的 除了在大陸本地以外 大部分是在臺灣接單 在大陸出貨嘛 所以他的出口 我們臺灣多年來 這十年來的出口 並沒有衰微 但是他累積的好處 第一就是養活了上百萬的大陸的廉價勞工 那第二點就是獲利 就放進這個財團公司的口袋 那展現在老闆股東 還有我們的外匯存體 那一般老闆沒有享受到 所以你看當我們的日本也一樣 當我們的GDP或者是實質薪資所得 我們是在一九九八年以後就停滯了 到今年是滿十六年 那日本是一九九三年停滯了 所以到今年是滿二十一年了 但是你看這十八年或是二十一年期間 日本或是臺灣的對外出口好不好 好的很好 但是這些錢是累積在少數人的手裡 所以是民富國窮 日本的國家比我們更窮 他的國債比我們更兇 但是當你經濟發生困境的時候 日本累積的外匯存體有沒有用 一點用處都沒有 所以這一點我認為國民黨的思維 就是依賴出操 依賴出口 廉價產品以低費率低利率 然後國家優惠各種條件 所栽培的所培價的產業 好像是他唯一的經濟走向 國民黨沒有醒過來 但是我請問民進黨 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嗎 國民黨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小英有講到一句四個字 叫在地經濟 那在地經濟是有那個味道 但是規模太小 但是他沒有進一步去 在學理上講給大家聽說 在地經濟有多好 我想現在我倒是有一個樂觀的看法 當兩黨不相上下的時候 不講理 當民進黨藍牆女 綠弱的時候 民進黨搗蛋的 但是現在反過來 現在是綠牆藍弱的時候 國民黨已經沒有鬥志了 那民進黨會說 我記得要這麼小 我就比較客氣 我就要爭取 好像一個賢慧的淑女一樣 所以我覺得此刻 兩黨大家都坦白 把你的主張 講給全國人民聽聽看 我想這次企業家牌通常都失贏 而且感受是很差的 為什麼呢 像台塑 我有一天跟楊兆寧先生講 我說你這個台塑的董事長 李志春先生 他動不動就出來 他說你再 25K 65K 那個年輕人一聽 是非常感冒 我說你如果再講 下次我年輕人一定包圍台塑 我說以後少講 為什麼 你講出來那個話 聽在別人而已 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像許勝雄說 生水炸彈 郭台銘先生 這次你看 他動作這麼大 其實他帶來的 反效果是非常大的 對 上一次歐林幼年 其實王學雄女士 已經有一個非常負面的現象 我當時看了一個人 把HTC的手機丟到漏廁桶 他發誓從此再也不用 但是從那一刻他表態以後 宏大電的股價從一千三 現在掉到一百三 這個很多人都套牢了 現在威盛 全額交割 所以你說你當年那麼大力氣出來停 停到最後 結果你的事業遙遙一墜 那這個情況來講 我想這一次到郭台銘先生的表態之後 台商或大企業 未來在台灣的政治發展當中 習主席怎麼看他們未來 應該是站在什麼角度 這個當然台商 我想像郭台銘這種台商 他其實最主要還是代工 在大陸代工是最主要的獲利的來源 就是廉價勞工或其他 他最主要獲利來源 所以這些大台商 這些兩岸關係裡面 其實台灣大台商很少 大商人台灣很少不在大陸投資 很少 所以我想這個會繼續重視兩岸關係 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我想不是他們怎麼樣 是政府對他們怎麼樣 我個人認為是如何 政府就是說你怎麼讓 就像蔡主席講 怎麼讓他在大陸的紅利 可以讓全民分享 這是關鍵 那政策上要怎麼做到這一點 我想這是對今後台灣人 尤其對民進黨是很大考驗的 對 這個觀念怎麼弱勢 我想這個最重要 但你說基本上台商本身是很難的 我們坦白講 基本上大商人怎麼改變是很難的 我想這個 他們已經太習慣這個東西了 所以他們被淘汰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說 像台灣的大企業都面臨 都面臨很大困擬就是 面臨中國大陸 原來是就變競爭競爭關係 中國大陸變競爭關係 所以這就是今天台灣所有大企業 會面臨共同的問題 但是現在如果以企業來講 像郭台銘董事長這次這麼大的動作 相對來講 現在很多人談台積電的張宗謀 為什麼張董事長一輩子 他其實台積電百分之九十八的生產基地 都在台灣 他選舉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大大大去表態 而且台灣有危難的時候 你說像他的夫人張淑文女士 在高雄氣爆之後 他去重建 因為他沒有多講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會感覺到 真正用心在台灣的人 反而他得到很多人肯定 但是他沒有張揚 但是郭董這次情況就嚴重了 因為動作太大 所以這個動作大到 民間社會對他有些反彈 所以這個也許 所以所以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打經濟牌 對 在全世界每個國家 永遠是有效的 對 不過是什麼時刻 什麼時候 怎麼個打法 那你國民黨已經打很久了 現在老百姓其實 有那麼在乎兩岸的關係嗎 也許 他的底線就是說 我的尊嚴要維護 但是如果能夠賺錢 你問中南部的 那些很綠的 他們也都跑到大陸去了 他們有錢賺的話 也就不在乎了 那現在他們對 這個馬英九的打經濟牌 或是國民黨 或是郭台銘打經濟牌 是所以反感 就是說 你打了這麼多年 我們沒有得到好處 我們看不到 恐嚇 我們打不到 所以呢 所以你現在 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他就失靈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其實是一個不用腦筋的黨 我常常講國民黨整黨 尤其是馬系統的 馬英九系統是笨蛋 那反馬的人有好到哪裡嗎 也沒有 反馬的人是很狠 但是心腸是不好的 是壞蛋 但是民進黨 民進黨是皮蛋 包括柯市長在內 有的時候他們很皮 但是他們還在在野的時候 對他們不利的 但是應該講的主張 不敢講 但是現在好了 你已經第一階段 把對方鬥臭的目的 已經達到了 你現在就坦白一點 把你的主張 不要繼續那麼皮 就跟老百姓講清楚 你到底要把國家帶到什麼方向 因為到目前為止 因為鬥得兇 每一個黨 他所能看到的 大概半年一年兩年頂多 但是我覺得我們臺灣需要的 需要看五年十年二十年 你要曉得臺灣未來 哨子化到每一年出生的新生人口 只有六萬的時候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制度 通通崩盤 通通崩盤 但是兩個黨有在想這個事情嗎 我認為沒有 現在像這個聯軍制度 如果大家 虛擬 臺灣會出發不可 所以現在就是說 回頭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社會當然變了 為什麼 這次新世代跟舊世代 其實大陸將來 香港這次戰衆 其實也給大家 我們看到臺灣的整個公民運動 從大埔案到洪仲秋案 一直到這次太陽花的血運 他其實一波被追著一波 那這個才說為了這個力量是非常大 社長你講到這一點非常好 我一直替太陽花學員這些年輕人 覺得說他們的老師對不起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平均年齡大概二十五到二十六 剛剛要進入職場 要開始領薪水 要開始要繳勞保費 但是如果以我們現在的那個年輕的制度 一路走下去的話 他們大概到四十幾歲 就領不到了 但是他們在抗爭的 最近在抗爭的整個過程中 我覺得反復反中的味道很濃 但是我認為這些去佔立法院的 這些到各地去大長花的 我認為沒有一個人想到 要如何改革我們的年輕制度 所以社長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安排另一場 我來跟你講 我最近有一個新的想法 這個年輕制度是臺灣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次像這個我們這次黃世民 他半退休他四七萬六 我們其實在這個很多人 本來你一年一個月領兩萬不得了 現在變成五萬 那這個臺灣到處都是上班的人領的金額 比不上班的人還少 那不上班的人現在領了很多 而且剩一倍以上 那這樣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在這個整個年輕制度的給付上 你不做一些規劃 我想就出垮國家 這個年輕其實社會崩盤 只有兩個因素 因為一個是多年來我們執行的是 德國早年的確定給付 對 還有第二個是人口少子化 對 以後這個制度 你不去催他 他也自己崩盤 好 我講這個 我們先談到這裡 回來我們要特別請教 這個習主席來看看 這次其實在我們網路的時代 這次他對整個生態影響是很大的 比方說我們以前看報紙 報紙力量現在不大 電視它有顏色的 你說有比較綠的 他可能看三立或看民視 比較難的他可能就看TVBS 看中天 大概都在這邊調來調去 那政治人物包括名嘴 搶話 他可能看顏色 顏色不對他也不看 所以影響相對來講都在簡化當中 但是在網路的世界 你今天講一句話 可能馬上有人打臉 所以他是立即發言 在這個世代來講 我們看到中立王浩宇 26歲 他就說我是中立人 然後一看他第二高票 那這個就給大家思考到 新宿奈他用新的媒體 從在網路世界內 他找到一個新的未來的機會 那這個對台灣未來的政治發展 他會帶來什麼影響 我們稍後回來再請教習主席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們看到在這次選舉當中有很多年輕人 二十幾歲的人他們都出來了 這個出來有人當選 而且對台灣未來的這個新世代參政 帶來一個新的風潮 這個風潮其實跟網路世代有關 所以從公民運動一直走到現在 這次年輕人參政 習主席對這個現象 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網路提供一個新的工具 一個不需要花很多錢的一個工具 每個人都可以用機會 所以也是一個民主 他是一個民主的工具 大家都基本差不多的 我說連輸我也看 對 所以我簡單講 就是說你想想看 這個新工具 誰會使用人隨先獲利 你想在美國歐巴馬靠這個起家 歐巴馬靠打敗希拉雷 可是希拉雷這種聰明的人 他都不善用這種新工具 所以我想這就是想到 以前日本戰國石頭 那個資田信長 他最早用了火槍 就用槍 他是第一個把槍在全世界戰爭史上 把槍最早把大規模使用槍 就是火器的一個打大勝仗的一個人 所以網路提供選舉 提供不只選舉 這個也是一樣 像馬雲很多網路買賣 所以你會使用工具的人 他就會最先獲利 他提供這種工具 我想所以你不會使用這種工具的人 一定被淘汰 將來是一定的 工具已經改變了 你說當武器 開始改變成用火槍的時候 你還用刀子 他當然輸 就是這個道理而已 好 你這一次我看連戰 柏村 講那個語言 大概對他對網路世代是 看起來是缺乏了解 好 這個這張選戰 這樣我們要請教孫委員 就是說結束了 現在國民黨當然這個敗得很慘 整個內閣總辭以後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我就發現 好像有很多人都擺爛了 就是你看那個葉匡史最近也講 他說高鐵要破產 航空城就算了 然後這個後面還有財政部 這些也很多 大家都停擺 如果按照這樣下去 就是說因為馬剩下一年多 那這一年多 我看現在看起來炎氣大傷 他好像心也不在這裡 那這個對臺灣的未來來講 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你說他擺爛 有一點不公平 他是心灰影 那這個跟我們的憲政 體制有關的 如果是內閣制的話 那這些政府就換過來了 沒有關係 那現在我們這個制度 當然也會很快的有內閣 但是這個內閣基本上是看守 內閣的性質比較高 我覺得這個看守的內閣 不會什麼都放棄 而且民主進步黨 因為贏太多了 我保證 我在這裡保證 從今天開始 他在國會裡頭的表現 就會溫文如雅 跟以前不一樣 他以前是要鬥的 是要把你鬥臭 把你證明說 把人民證明說 你這個是不行的 那現在已經第一個階段 任務完成了 他現在已經是準職政黨了 這個你幫我看守的江山 再過一年半就是我的 所以民進黨會表現得非常好 但是我跟屬席的看法一樣 這一場選後 這個大家對國家的未來 不要抱有太大的失望 我覺得前面還是走下去 臺灣的未來還是好 我想這個要請教主席 就是說這一次這種選舉的結果 第一個就是說 像這個過去在兩岸遊走 靠批租土地的大台商 可能他們會視尾 但是其實臺灣他也告訴你說 你只要真正腳踏實地 然後埋頭苦幹 扎根臺灣 然後有創新的公司 這種企業還是會非常好 所以這個就是說 再包括政治人物都一樣 像林佳龍深耕台中十年 這次有正面回報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從這一次的選舉的結果 有沒有看到一些比較正向的力量 我剛剛已經說過 一開始就說 這個是一個改變的序幕 當時往好方向改變 我想這個無論政治制度 無論是經濟 我們臺灣經濟也面臨非改變不可 這些我相信 我是相信臺灣人民是新興民族 我們臺灣人民是有調整自己 去應付挑戰的能力 是毫無問題的 所以這個變已經開始了 我覺得政治變成一個障礙的 一個時代 慢慢要過去了 所以我相信臺灣社會 一定有能力調整 而且向好方向調整 是 那我想序幕已經開始 我是永遠是樂觀的 是 好 我想這個 我們也期待 臺灣的社會 在這一場選戰之後 他能夠有真正脫胎換骨 包括在經濟 包括在政治上 未來的一個 新的變化的契機 稍回來我們來看臺灣未來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好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在最近的整個全球金融情勢 稍微補充一下 我們看到在這個禮拜當中 美元還是繼續的往上走高 美元指數這個禮拜到達八十八點八六五四 大概這段時間你看到從七十八點九零六 一路走到這裡 全球的資金還是往美元的部位跑 所以我們看到澳幣是大跌的 那麼紐幣最近表現不佳 但是這裡面我們看到油價的大幅下滑 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 這個禮拜油價在紐約石油是掉到六十三點七 他從一百零八點六掉到六十三點七 已經跌幅超過百分之四十五了 那北愛布倫兔是一百一十七點八 那麼掉到最低六十七點五三 所以大家從這個情勢來看 全世界印了很多的鈔票 但是物價是不斷的在往下滑落 所以油價的大跌其實台灣其實這次馬總統 如果他懂得在險錢 讓中油的油價稍微調多一點 那電價也是一樣 你看到全世界的煤的價格 已經大跌百分之七十 那全球大概每個國家都在調降電價 但是我們大概無動於衷 你可以看到在黃豆小麥玉米 在這兩年當中跌幅超過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那這個大概全世界營物料都在下跌 那全球股市當中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美國股市已經到了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點 那日本到一萬七千八百六十九點 兩個國家的股市大概接近交叉的狀態 那麼在大陸的股市最近是大幅的上漲 他在在上海股市今年從兩千一百一十五點 現在已經跑到兩千七百七十七點 上上海股市漲幅是達到百分之三十一點二五 那麼在深圳的股市上漲三十六點二一 這當中有一個數字非常多的注意 在今年的一月二號台股交易量是九百一十二億 那麼當天我們看到在深圳股市 是九百五十九點九十億的人民幣 上海是六百一十九億人民幣 所以如果你換算的話 大概是換算台幣是深圳加上海七千六百七十四億 那等於是台股的七點四倍 那麼到選舉前一天 十月二十八號大陸的這個上漲成交量是四千零一十九億 而深圳的成交是兩千九百八十億 一個市場加起來是兩市將加七千零二億 換算台幣是三兆五千五百七十六億 那等於是大陸現在一天的交易量是台股的將近五十倍 這個從七倍拉到到五十倍也告訴大家 在這一次的這個包括大附條款或正所稅的調整當中 他其實也告訴大家在資金的外流 那麼也造成台股相對的枯竭 那麼這個也是未來我們看到台灣的這個 在經濟的發展當中可能要有一些另外不同面向的考慮 那麼全世界的資本市場現在都在新高價附近 那麼今年亞洲中國大陸的深圳上海表現相對粗類拔萃 那中國利用赴港通那麼吸引來全球資金 那麼大幅的拉升那麼到現在為止 那台股在選前曾經有一段大幅的這個拉高 但到九千兩百點 現在最近在選後連跌兩天 不過我們看到在代表內支的這個OTC的指數 連續漲三天 所以這整個看起來這個力道是跑到一些 比較中小型的成長股上面 我想這個在追戰選戰之後去大家對台灣的經濟的未來都非常關切 我們沈大佬其實在談論經濟他是非常有一套 所以我想在最後的結論來請我們沈委員來告訴大家 我們經過這個險戰的衝擊 有人對台灣未來非常悲觀 有人看台灣未來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在這種不同的一個觀點當中 台灣未來的方向會都會怎麼走 你要跟誰比較 你知道東亞各國 我是一向不展成說跟香港或者新加坡比較 因為他們兩個是很特殊的city state 城市都市 但是如果你跟韓國跟日本比較 我們是在惡劣環境之下 我們是相對體質是好的 因為我們的國債還沒有到說付不出利息的程度 我們的老人是在變老 但是沒有日本那麼快 還有我們的消費能力 還有上漲的空間 還有我們的物價還有我們的稅 付稅的這個負擔百分比是很低 是還有上漲的空間 就看你政府有沒有這個智慧 把他把這些待在郵局啊 待在銀行啊這些 或是待在外匯存體的這些錢活用 讓他流通到這個重要的有效的管道裡頭 讓老百姓要花錢的有錢花 不花那個存在這個變成呆帳的 能夠回到這個主流進來 那我們臺灣大概不會壞到哪裡 因為美國不會壞 我們就不會壞 但是如果大家要賺最後一波 我有這一點 我跟社長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覺得最後一波是泡沫化的前戲 那你認為這一波你沒有賺捨不得的話 那就賺 但是黃曉玉包括石油在內 普遍下降普遍下跌 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不好的現象 我想這個我們提醒大家 好最後的結論我們請我們習主席來 來稍微提示一下 你說這個是一個巨變的開始 是用好的方向的變 臺灣人利用在這次選完以後 我們對未來又抱持什麼心態 我個人認為 我剛剛說過的 就是第一個政治上 我想這個更民主 而且就民主更完善 這個一定會一定會這樣的 會這樣應該這麼發展 首先另外就是經濟上 我想臺灣面臨那麼多問題 所以你不能只依賴像郭台銘這種台商 對 所以靠大陸 靠大陸廉價勞工 靠大陸條件的 那個台商那個發展 我想必須要改變 像那個 所以這個我相信臺灣內部 會很多人會這樣努力的 你不知道到臺灣很多中小企業 像機界很多業 所以這個他們 他們都很有潛力 所以只要有更好的 比如說兩岸條件 以及其他對外 比如說貿易的條件 所以簡單講 其實臺灣還是需要跟中國大陸 達成更開放的貿易關係 那也必須跟中國大陸達成一種 政治上的妥協 我剛剛認為說 讓中國大陸能夠不反對我們 比如說跟全世界 跟全世界建立更 就像FTA這種關係 就讓臺灣的競爭力 像臺灣 臺灣真的競爭力還是中小企業 像臺灣那個像你說那個像科技 臺灣很多技術是很好 不僅科學 像機械技術 這些還是有像德國一樣 我們也像德國 這些優勢都有更自由的貿易 我們才能夠充分發揮出來 所以我覺得還是應該這麼做 民進黨應該要瞭解這一點 我想這個主席是民進黨的智責 我相信大家都在改變的路上 不斷地在往前 循循迷迷 我們希望臺灣在經過這張選戰之後 臺灣走到更好的方向 大家能夠真正找到明天 我想今天謝謝徐主席 也謝謝我們曾國委員 下週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 高ap 高 高 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